有一陣子都沒有和大家吃過這個素食自助餐 今天一於和大家試一間 我應該兩年前吃過一次 不過那時吃午市 今次吃晚市 雖然貴一點 又看看和午市有什麼分別 值不值得吃 我今天吃的這間是位於黃大仙的日常素食 這間餐廳所在的位置非常容易找 你可以乘港鐵 黃大仙站下車 穿入黃大仙中心 然後上到頂層 這一邊的位置就是了 這間餐廳所在的商場 正正在黃大仙廟旁邊 相當容易找 進入這個商場 即是黃大仙中心 上到頂層就是了 我今天就是吃平日的晚市素食自助餐 除了晚市之外 還有做午市和下午茶 性價比相當不錯 相當抵抗 大家可以看看價錢 餐廳的環境就是這樣 半開放式的設計 基本上坐的位置 就半開放式 看到商場外面 廚房和自助區就在旁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看到最後 有些驚喜給大家 真是驚喜 一會兒最尾便知道 這間餐廳 望樂環境算不錯 座位都算寬落 都頗受附近街坊歡迎 它的素食自助餐 午市就96元 小童學生長者 82元 下午茶 78元 小童長者 66元 晚餐的話 即是我今次吃的時段 130元 小童長者 110元 不用加一 實價 另外 也可以自選飯盒 65元一盒 9點後 和清貨味 30元一盒 一盒印筆 都算是一個外賣的自助餐 我今次 其實就不是Walk in 進去吃的 在OpenWise 買了一些QPON 相對會便宜一點 將QPON 就99元一張 不過去到現場 要付16元附加費 即是實際 我要付的就是115元 讓Walk in 吃 130元便宜15元 大家如果想來吃的話 不妨試一下這個方法 會便宜一點點 但這個QPON 只是星期一至四的晚餐才可以用 我平日晚餐來吃 餐廳大概一半到滿 周圍的環境就是這樣 我們兩個人坐了一張四人的桌子 都算闊落的 基本上這裏就自助餐 拿東西吃自己去拿 碗碟都記得自己收回 自助區就是埋邊的這個位置 和大家出去看看自助區有些什麼 這裏的自助區 選擇上都算很豐富 比較傾向傳統的素食自助餐 不過都夾雜了一些 新派素食的元素 有多款的榨物 好像是春卷 咖哩角 蛋散 天婦羅茄子 椒 芋頭魚 反沙湖 素鴨 炸雲吞 另外還有 煎蘿蔔糕 這款素肉 葉本就是這裏 每一格有兩款 大概有十多款 豆腐 豆腐 南瓜 芋頭 炒豆 蓮藕 菇 菜 這些類似沙割 蛋的豬腳薑 另一邊 還有飯 粥 還有炒飯 炒烏冬 素生炒骨 羅漢齋 咖哩 薯 素 魚香茄子 白菜 脆肉瓜 炒菇 炒芽 炒芽菜 炒芽菜 都會不斷轉換款式 吃完一盒就轉換了 芽菜 脆肉瓜 和豆 最後一盒 白菜 還有一些蒸類 蒸饅頭 還有這款糕點 還有湯 類似碗仔翅的湯 還有一款南瓜湯 還有沙律前菜 小食 有幾款豆 椒 菠蘿 西瓜 麥瓜 菜 車尼茄 木耳 雜果沙律 泡菜 葉青瓜 等等 還有這款 類似刺身 當然是素的 有素的魚山 還有橙汁 蘋果汁 還有這款酸梅湯 還有羅漢果茶 茶 還有桂花糕 馬豆糕 還有腐竹蛋 還有糖 還有雪糕 還有豆腐味 還有雲呢奶 這個應該是晚市才有的 選擇上 都不錯 很豐富 正常 任食 90分鐘 我們這個QPON 可以任食150分鐘 不過其實我也是吃了一個多小時 便離開了 我也是 盡量每樣拿些 看看多豐富 先來喝湯 湯 筋就是這樣 普普通通 素湯來說 幾夠味 有少少像碗仔翅 加少少醋 不錯 然後 粥 類似潮州粥 可以加少少其他配料 然後 沙律 有些沙律菜 西瓜 蜜瓜 菠蘿 椒 車尼茄 整體都新鮮靚仔 配些千島醬 沙律醬 還有一些素的魚生 這款滑嘟嘟 挺有趣的 然後 還有其他炸物 熱盤 炸雲吞 沒什麼餡料 純粹是炸雲吞皮 加少少酸汁 可以 天婦羅類的炸物 都炸得鬆脆 口感都不錯 有些瓜菜類的天婦羅 好像是矮瓜 洋蔥等等 可以的 這個有少少類似反沙糊 一塊芋頭 有少少糖在表面 偏硬一點 但味道都可以的 甜甜的 芋頭魚 正路水平 不過因為整個攀子 放在這裡 相對就冷了一點 如果熱一點 就會更好 另外一個煎蘿蔔糕 我偏偏拿了一點 不過因為冷了 一般的 接著它再出的時候 我再拿了兩塊 相對熱一點 就好很多 味道很足夠 偏濃一點 偏油一點 但質感可以的 這款素肉不錯 頗嫩味 有少少黑椒 當然是麵筋 但味道很好 各類的炸物 這個小小粒 質感有少少像豆腐 不錯的 另外這款 也是大塊一點 以為是炸魚蛋 其實是炸豆腐 接著還有這個蛋散 甜點的 也夠脆 不錯的 另外這隻素鴨 傳統素鴨的餡 味道很好 口感豐富 可以 還有這個炸的茄子 熱食方面 選擇都算不錯 咖喱 就這樣 咖喱薯仔 但挺夠味 不錯 跟著這個素的生炒骨 味道很像生炒骨 這個素肉的質感 都不錯 不錯 有些菠蘿 這個沙角就普通 菜就正常 豆腐的味道很好 送下飯不錯 這個豆腐也不錯 木耳冬菇這些 都可以的 茄子就正常 炒飯有些雜豆 菜的粒粒 看看材料多少 炒烏冬也不錯 整體素菜的質素 算是不錯 不過可惜一點 又是沒有齋露味 吃完一碟 又一碟 看看這碟 多像兩送飯 這個蒸糕 多軟熟 質地都不錯 軟辣 可以一試 接著 就是這個 甜品 馬豆糕 其實是紅豆糕 然後桂花糕 不過甜 有些桂花有些杞子 兩款的糕質地都不錯 不錯 接著再試糖水 附足二米 沒有白果的 比較多材料 甜度也適中 雪糕就自己筆 有豆腐的雪糕 和雲呢奶的雪糕 不過略然筆的位置 比較難筆 它的蓋 又要掀來掀去 撕完雪糕 雲呢奶味和豆腐味 都可以的 豆腐味相對少吃到一點 都算不錯 不妨試一下 不過筆那裏就麻煩一點 飲品方面 有果汁先生的蘋果汁 橙汁 還有酸梅湯 羅漢果茶 還有熱茶 選擇上都不錯 感覺上 素菜的選擇 和我之前吃的午餐 相差不算很遠 主要的分別 就多了些雪糕 果汁 還有素的刺身 其他基本上 印象中都是差不多 所以如果大家想便宜一點 不妨吃午餐或者下午茶 相對會便宜一點 不過就沒有雪糕和果汁喝 最後給大家一個驚喜 大家看看 不多說了 看到就看到 不過我覺得這是商場的問題 因為天花是通過整個商場的 正正在自助區的範圍上 都徘徊了一陣子 在天花上面 大家又碰不到 有段距離 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只是看著它走來走去 整體來說 除了剛剛看到的東西 扣了些分之外 整體齋菜的水準都算不錯 款式選擇都算多豐富 味道都不錯 100元左右 已經可以吃到飽飽的晚試 五試和鹹茶還要便宜一點 最便宜78元 長者66元 已經可以吃到 不過剛剛看到的問題 真的需要想辦法改善一下 齋菜的選擇 種類都算多豐富 有炸的 有煎的 有些傳統的齋菜 有沙律 也有些特色少少的 好像這些假的刺身 又有飲品 甜品 雪糕 選擇多不錯 多豐富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其他食物 拜拜